一颗绿色流星从天而降 男人见状扭头就跑 可流星在屁股后面紧追不舍 而前面竟然是个死胡同 眼睁睁的看着流星撞到身上 随后流星不停的蠕动 一点点钻进身体里 他的皮肤被重度烧伤 最后倒在地上晕死过去 没过多久 他被送到急救室 而手臂上的陨石正一点点消失 通过臂超发现 他所有指标都很正常 立马召集全院医生进行会诊 可剪开纱布一看 我那个乖乖 医生顿时张大了嘴巴 大壮拿过镜子一照 比之前还要帅气 主治医师还想解释一番 没想到大壮的手碰到了本草纲目 他立马学会了里面的内容 并且当众指出了医生的错误 把他气得转身就走 晚上睡觉时被响声惊醒 坐起来一看 原来是隔壁的饭盒掉到地上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我有透视眼了 他赶紧下床 用手在墙上摸了摸 发现上面没有窟窿 一扭头 看到医生们正在聊天 他非常兴奋 急忙跑出去 往楼下一看 发现人们只穿着内衣 这超能力也太酷了 于是躺到床上 按下呼叫器 等待美女护士的到来 没想到一睁眼 发现是个辣眼睛的大妈 出院时大妈还给了他一张名片 打电话随叫随到的那种 回到家后 想给二哈拿点吃的 没想到二哈竟然说 想喝Redmere 大壮说Redmere没有了 绿涕行不行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能听懂狗狗的话了 于是两人愉快地交流起来 这时小黑走了进来 大壮显白地说 哥现在有超能力了 于是用手摸了下杂志 内容果然一点不差 可惜记忆只有30秒 这个小孩正给汽车放弃 还抡起锤子砸挡风玻璃 随后又去抢女人的包 原来他们是金发帮的小弟 老虎只是他们的宠物 这天他们想找老爸的麻烦 金毛刚凑过来 大壮手稍一用力 两人就被甩飞10米远 老大推开小弟 要亲自出手 没想到一拳头下去 他就痛苦地蹲到地上 原来胳膊折了 小弟见此情形 把武林宏观开了过来 大壮双手一按 司机就从挡风玻璃钻了出来 而汽车上还多了两个手印 大壮还好心地提醒道 开车要系好安全带 第二天上班时 小混混在车上 举起AK就是一顿秃秃 大壮在子弹中跳起了舞 随后就趴到了地上 可除了衣服上多了几个窟窿 他咋地没咋地 又爬了起来 这下小混混不干了 又开车倒了回来 大壮见此情形 转身就跑 可跑着跑着 速度越来越快 他竟然腾空而起 飞到空中 吓得他急忙抓住电线杆 可电线杆质量不咋地 根本承受不住他的体重 螺丝脱落 他就重重地摔到地上 下一秒 大地就裂开一条666米的口子 旁边的玻璃都被震碎了 汽车不停地发出警报 回到家后 老妈给他做了几套超人战衣 天线宝宝的有点幼稚 锅盖战衣有点傻 交警拍照套装有点辣眼睛 宇航员战俘太另类 只能选最后一套了 由于恐高 飞行时只能离地一米 之后就开启了劫富济贫的生活 去面粉厂吹了口气 把面粉吹飞 遇到小偷时 把电视打开 音量调到最大 警方和黑帮大战时 让他们把枪放下 一起喝杯茶好好谈谈 轻轻松松化解了危机 男人举起卡车 扔到一边 又一脚将暴飞的汽车踹飞 拿起爬里后 把地跟了一遍 又撒下蔬菜种子 随后双手伸入土中 只见一片绿色能量闪过 吹出一口仙气 把乌云引来 再喷出一道闪电 眨眼间就乌云滚滚 电闪雷鸣 紧接着就下了场大雨 第二天神奇的事发生了 这里成了一片果园 南瓜有800多斤 胡萝卜有5米高 玉米比人还粗 西红柿比篮球还大 他一个人干活 能养活几十万人 这天金发帮的人又来找麻烦 上来就是一顿秃秃 大壮施展出三头六臂神功 把所有子弹都抓到手中 他们见不是对手 灰溜溜的逃走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大壮的手竟然流出了鲜血 原来他的超能力正在减落 然后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黑帮老大就找上门来 可敲了半天 大壮都没醒 幸好二哈基岭把他藏了起来 这才逃过一劫 第二天金发帮老大来到楼下叫嚣起来 大壮虽然没了超能力 还是勇敢的揍了出去 随后双方打了起来 可没了超能力的他 根本不是黑帮的对手 而人们都出来看热闹 可都不敢帮忙 老大拿出手枪 想解决掉大壮 没想到枪竟然被小弟踢掉了 其他人见状都举起了枪 可枪都飞了起来 原来当天还有一块陨石 被隔壁老王拿走了 他就有了超能力 见混混们没了枪 大家都跑出来帮忙 跟金发帮打了起来 这位大姐扔下一块石头 正好砸中老王手里的陨石 黑帮老大和大壮同时抓住了陨石 一声爆炸过后 两人都有了超能力 可文质彬彬的大壮 根本不是黑老大的对手 可无意间他摸到一本书 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龙哥的截拳道 在龙哥功夫的加持下 这些小弟根本不是对手 黑老大的陨石能量也被吸了过来 这是我见过最弱的超能力 你见过比他更差劲的吗 男人挥了挥手 便便就跳了起来 一步步朝厕所走去 一个纵身跳进马桶里 这是怎么回事 吓得他赶紧找出82年的茅台压压惊 可一不小心 把酒瓶碰倒 酒洒到池子里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他这才长出一口气 看来自己没有超能力 随后无意间挥了挥手 下一秒 酒真的回到瓶子里了 原来说出愿望后 挥挥手才有效 这瓶酒是不能喝了 然后说 酒瓶蹦蹦跳跳下了楼梯 来到酒馆前 他直接打碎玻璃 跳了进去 这时报警器响了起来 还是逃命要紧 附近的FBI听到声音 迅速赶来抓住了他 让我在家和Dennis一起吃晚饭 结果 吃的那就一个香 原来早上去学校时 不小心被汽车碰倒 这时一道绿色能量正好射中手心 疼得他不断甩手 车主就爽歪歪的摇晃起来 来到学校后 看到教室里打闹的学生 无奈的看起了报纸 中午去食堂吃饭时 随口发了句牢骚 我会让外星飞船炸掉10C班 只听轰隆一声 大壮急忙跑到教室 打开门一看 教室被炸得面目全非 回到家后 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他这才知道 17班的爆炸是自己造成的 于是许愿道 人家死去的人全都重新活过来 没想到火葬场的尸体 都坐了起来 把开门的老大爷吓尿了 与此同时 墓地里的坟裂开 尸体都钻了出来 里面还有个远古巨人 他们在马路上游荡 突然大壮听到声音 从门风里望去 窝了个乖乖 在某外面都是丧尸 赶紧收回了刚才的愿望 丧尸瞬间不见了 然后又许愿道 让爆炸事故从未发生过 瞬间他就回到爆炸之前 随后来到教室上课 看见打闹的同学 他叹了口气说 让10C班变成模范班机 下一秒 学生们做得整整齐齐 学渣秒变学霸 一个个卢基斯科的学了起来 下课后看到校长正在训人 他有点害怕 许愿道 让校长改变态度 对我客气一点 说完就走了进去 当校长看到他 上来主动握手 对着大壮一顿夸赞 他觉得自己非常帅 对着玻璃许愿道 让我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怎么没反应呢 刚一扭头 就被几个人拖到车里 还被一群黑衣人刺杀 幸好防弹车质量不错 总统先生 这些是您要签署的文件 这个是以色列的资料 这个是阿富汗的 这个是叙利亚的 这个是特不靠谱的 小心 防弹玻璃都被打穿了 当总统真危险 我不干了 我要最聪明的大脑 他就成了爱因斯坦 让我有个好身材 随后就有了八块腹肌 让我能看见楼下的小美 楼板瞬间就消失了 吓得小美一声尖叫 让我不能看见她 她就变成白内障 吓了她一跳 赶紧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有了超能力 当然要炫耀下 可小黑根本不信 他走了几步说 告诉我们你的前世 骷髅就手无足道德 说了起来 滔滔不绝 简直就是个画牢 大壮嫌她画多 行了 你从窗户跳下去 得嘞 他一个后空翻 撞碎玻璃跳了下去 正好被校长接住 小黑以为是魔术 问你能变一朵花吗 当然没问题 我还能让整个屋子铺满花 随后校长带着骷髅上来兴师问罪 可看到大壮后 他出奇的客气 你可真淘气 旁边的小黑都看傻了 到了晚上 让住在楼下的小美爱上我 下一秒门铃就响了 上来就是一顿啃 衣服 衬到我身上 衣服自己就走了过来 穿了上去 只要能动嘴 他绝不动手 吃个早餐 叉子主动把食物送到嘴里 书还会自动翻译 狗狗在旁边叫个不停 他不知道狗狗在叫什么 大壮满足了他的愿望 晚上小美来到大壮家 大壮给他 变出最美味的晚餐 并把他有魔法的事 说了出来 这时小美的追求者小帅 从窗户里进来了 把枪扔掉 他们两个打了起来 大壮手一甩 小帅就贴到了天花板上 去墙上玩会儿 随后头吵下 就塞进花盆里 还说只要你不追小美 这一百万就是你的 可高兴没两秒 钱就消失了 得知大壮真有超能力后 小帅拿起花盆 将大壮砸晕了 随后露出邪恶的笑容 他把大壮绑了起来 让他将纸上的内容读出来 英国男人长着猪耳朵和鸭子脚 大街上就出现这一幕 还穿着粉色制服 紧接着出现一座金衫 第666条之后 大壮就这样了 这时小美突然闯了进来 大壮趁此机会 取消了所有愿望 小美不想搭理大壮 因为她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大壮 害怕这一切都是魔法的作用 大壮非常伤心 他不想要超能力了 狗狗说可以把超能力给我 反正我只听你的话 大壮就把超能力给了狗狗 问狗狗的愿望是什么 我想用这份魔力把源头给毁灭 永远的 只见一道绿光闪过 光柱击中了未知星球的飞船 然后光柱又射向其他星球 原来所有一切都是外星人的阴谋 他们想知道 如果地球人有了超能力 是不是会变得更美好 否则就把地球毁灭 结果他们被狗狗消灭了 大壮找到小美后 向他展示自己没了超能力 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如果你有心想失诚的超能力 最想做什么呢 男人张开大嘴 把烈狗塞了进去 连嚼都不嚼一下 一根根的不断往里塞 眨眼间 小山般的烈狗就吃完了 随后来到厕所 扎了个马布后 就一泄千里 没想到拉出来的竟然是美刀 只见他脸一阵抽搐 屁股抖了抖 又掉下一堆硬币 他非常高兴 拿着钱去结账了 可刚出来 走路不看红灯 下一秒 就被汽车撞飞出去 哭吃一下摔到地上 女人见状 急忙从车里跑了下来 他刚要叫救护车 男人突然坐了起来 顿时吓了一跳 他不敢置信的看着大壮 一扭头 发现男人的脚折了 急忙跑回车里 拿起电话想报警 可抬头一看 彻底傻了眼 男人竟然不翼而飞 只见他一拳一拐的来到巷子里 随后耳朵冒出一股金光 打开一扇门 里面还有几个小人 小人扔出一团毛线 顺着梯子一步步跳了下去 来到脚踝处 按了下旁边的屋子 又打开一扇门 里面有很多电线 然后展开了维修 原来大壮是外星人的飞船 里面有很多小人操控 他们星球的水资源枯竭 于是在太空中寻找水源 而吸水器一不小心 撞碎玻璃落到一个鱼缸中 下一秒 鱼缸里的水就被吸了个金光 飞船来到地球寻找吸水器 不料大头朝下 栽到了自由女神像旁边 不过有外星科技加持 这才没事 只见他伸出双手 一道绿色电弧闪过 身上的尘土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不过出来乍到的他 根本不会走路 还对周围的一切产生了兴趣 只见老奶奶朝他微笑 大壮仔细的看了起来 嘴唇不自觉的抽搐 随后张开了血盆大口 吓得美女转身就跑 突然看到一对情侣在接吻 他好奇的凑了上去 搞不懂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也伸出舌头 跟着学了起来 不过还是被之前撞到的女人找到 为了更好的了解人类 决定去女人家做客 可喝水时 洒得到处都是 肚子里的小人可就糟了殃 让他打个鸡蛋 直接暴力捏碎 咳也不去 用力搅拌起来 效果那是相当不错 随后接过番茄酱 一仰头 咕咚咕咚喝了个金光 女人顿时傻了眼 突然一只猫咪跑了过来 围着它转个不停 女人经过分析得知 这种动物非常危险 于是他脚一抬 把猫咪踢飞出去 突然他看到一张照片 发现男孩手里正拿着吸水球 于是急忙转身告辞 去学校找小帅 可他没想到的是 吸水球被校爸抢走了 这个男人可不一般 竟然能拉出美元 然后一用力 又掉出一堆硬币 随后来到学校 可孩子们觉得他不像老师 于是大壮双手齐飞 在黑板上奋笔集书 眨眼间 就把宇宙第一定律写了上去 男孩想削铅笔 大壮一转身 把铅笔插到鼻孔里 瞬间就削好了 下课后 把小帅叫了出去 他说吸水球被校爸抢走了 随后去小卖部找人 正在这时 两个劫匪闯了进来 大壮一把攥住拳头 轻轻一拽 就把300斤的胖子甩飞出去 然后伸出细嫩的小手 轻轻一捏 枪管就被捏扁了 吓得劫匪转身就跑 大壮跟小帅回到家里 一起玩起了游戏 只看大壮的手速 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恰好今天是小美的生日 晚上三人一起来到游乐场庆祝 可坐旋转木马时 飞船里的机器人就倒了煤 进行大卫王比赛时 大壮更是一口一个热狗 连嚼都不嚼 吃的那叫一个香 可吃的太多 飞船里都装不下了 于是急忙跑到厕所 来了个一泄千里 这可把旁边便秘的大爷气坏了 可刚出来 就看到笑霸在欺负小帅 幸好被大壮及时阻止 然后给他来了个倒立 随后成功拿回吸水球 回到游乐场后 大壮扔了个棒球 没想到力气太大 棒球又飞了回来 正好射中他的太阳穴 随后大壮就晕了过去 原来飞船能量不足 各种传感器都坏了 不过在启泊器的救助下 终于恢复了一些能量 大壮又坐了起来 小美非常兴奋 经过几天的相处 大壮感受到了地球人的温暖和友善 还和小美跳起了舞 飞船内的小人们 也开启了狂欢模式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警察早就找到了 飞船坠落的位置 并且利用高科技 还原了大壮的龙帽 然后开始全程搜捕 正当大壮跳舞时 被警察逮了个正着 因为人太多 他并没有反抗 就被带到了警察局 正当审讯他时 副船长带着手下 劫持了船长 认为他太软弱无能 于是给他带上了枷锁 关了起来 随后副船长上位 只见他伸出手指 从里面钻出一个大炮 男人举起无名指 从里面钻出一门大炮 随后轰的一声 两米厚的墙被干了个洞 紧接着大壮从洞里走了出来 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火拼 可子弹打到大壮身上 根本一点事都没有 突然一个小人 从耳朵里爬了出来 哭吃一下跳了下去 正好落到可乐杯子里 然后大壮手一抬 钢化玻璃被干得粉碎 他霸气的走了出来 可外面的FBI越来越多 大壮也不废话 小手一指 汽车就发生了爆炸 另一边 美女打晕护卫 插上钥匙后 救出了船长 没想到刚逃出去 就被团团围住 只能举手投降 副船长看到这一幕 按下按钮 两人就从鼻子里喷了出来 他们刚站起来 就看到一个几米大的篮球 滚了过来 吓得两人急忙逃到墙角 不料下一秒 就被狗狗尿了一声 他们急忙躲避 又被吹风机吹飞出去 女人几个翻滚后落到地上 可脚却被口香糖粘住了 怎么都弄不下来 突然一个出租车驶来 两人赶紧趴下 幸好车胎花纹足够大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为了回到飞船上 他们抓住塑料袋 利用下水道的热气 随风飘了起来 不料公交车驶来 正好撞到挡风玻璃上 他们只能死死抓住雨刷 这时看到了飞船 凭借巨大的惯性 他们松开手 一个腐虫落到了皮鞋上 随后从裤腿里钻了进去 只见大壮伸出手 拽住一辆出租车后 来到了海边 手里还拿着吸水球 只见他捏碎外面的伪装后 用力一挥 刚想扔出去 却被右手攥住 原来船长获得了部分控制权 怎么都扔不出去 只见大壮一个后空翻 趴到地上 球也滚了出去 随后掉入大海里 顿时海面上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如果不及时召回吸水球 那么整个海域都会被吸干 而这时船长又获得了控制权 只见他小手一伸冒出一股绿光 随后吸水球就飞了出来 被他一把抓住 下一秒 他就因能量不足跪到了地上 这使大批FBI赶到 可大壮早就没了动静 小帅见状 拔出电棍 朝大壮捅了过去 一阵电流过后 飞船又获得了能量 下一秒 他张开大嘴 船长从里面走了出来 向小美做最后的道别 随后脚底喷出一道金光 他就腾空而起 慢慢飞到空中 这时一道大王把他罩了起来 危机时刻 大脚慢慢脱离 没想到这也是个飞行器 变成宇宙飞船后 带着小人离开了地球 而大壮板宇宙飞船 则流了下来 男孩吁吁时 马桶里冒出一股白烟 下一秒 蒸汽就冲了上来 定睛望去 里面烟雾缭绕 熏得小帅直咧嘴 随后马桶就裂成两半 虽然他有了超能力 却没钱换马桶 画面一转 男人筐筐砸着汽车 小帅看不下去了 之后小美也加入了超人的队伍中 这是一只诡异的沙滩怪兽 只要跟沙子接触 立马就会被吃掉 女孩把脚伸到沙子里 可怎么都拔不出来 双手用力还是不行 于是把手伸到沙子里 想看看下面有什么 随后他就大叫起来 一点点往下线 男友急忙跳下车 想去救人 可刚跑两步就摔了一跤 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同伴想开车过去 可汽车却没电了 眼睁睁的看着男人 一点点沉入沙子中 竟然吓得哇哇大叫 甚至还写下了遗言 为了知道下面有什么 小美伸出手 慢慢靠近地面 只见沙子中冒出无数白色处须 随着手在不停的移动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为了测试它有多大 小美拿出仅有的火腿肠 用力扔向远方 眨眼间火腿肠就被触手 拉到沙子里 换个方向扔 还是一样的结果 然后朝另一边扔去 这次火腿肠没有消失 说明怪物有三十多米 大壮拿起滑板车 扔到地面上 紧接着就跳了上去 果然没受到怪物攻击 它就这样踩在两块滑板上 交替前进 可当迈到凳子上时 滑板突然向后一出流 它只能趴到凳子上 不过滑板还在慢慢向后移动 紧接着触须从沙子里冒了出来 正好摸到肚子 它腰部以用力 偏进全力总算到了凳子上 不过肚子还是受了伤 随后它一时渐渐模糊 躺在凳子上晕死过去 半天后它被躺醒了 忍着剧痛查看背包里有什么 一不小心香蕉掉到地上 它想都没想就捡了起来 结果一点事都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它又拿起香蕉慢慢靠近沙子 发现触须不敢靠近火堆烧过的地方 它站起来用力跳到灰烬上 果然没事 原来怪物怕火 接着男人吃了口香蕉补充体力 可小美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低头一看 窝了个乖乖 香蕉竟然从伤口里流了出来 吓得它赶紧把嘴里的香蕉吐掉 身子像掏空了一般 躺在凳子上爬不起来了 正在这时 一辆警车来到这里 它们大声呼救 让FBI千万别下车 赶紧打电话求援 可人家根本不相信有怪兽 觉得它们肯定吃了摇头丸 于是下车查看什么情况 就在大家以为它再艰难逃时 可什么事都没发生 因为它穿了红星二克的大头皮鞋 怪兽根本穿不透 当它听到有两人被吃掉时 就想把几人靠回去 不料钥匙掉到了地上 它立马弯腰去捡 可手却被触手缠住 无论怎么用力就是拔不出来 而且越陷越深 随后跪到了地上 它赶紧拿出防狼喷雾 喷到了沙子上 触须立马缩了回去 它一用力胳膊就折了 几人惊恐的大声尖叫 突然FBI趴到了沙子上 触手紧紧抓住它的脸 一点点往里拽 没过多久 就慢慢消失在沙子里 而留下的沙坑却慢慢复原了 这时小美看到远处的蛋壳 才想起怪物的来历 原来昨天晚上开派对时 小伙伴找到一个巨蛋 他们放到火上想烤着吃 可味道有点上头就放弃了 没想到怪兽竟然跑了出来 要找几人报仇 而他们的手机都在后备箱里 汽车也没电了 胖哥还被困在铁桶里 小帅是唯一有战斗力的男人 觉得该自己表现了 没想到接毛巾时 围栏却断了 他狠狠地摔到沙子上 下一秒 无数处须把他缠了起来 疼得他哇哇大叫 却无际于事 身体慢慢没了知觉 然后一点点消失在沙子里 而铁桶里的胖哥也被磨破了皮 触手闻着血液的味道向上爬去 突然感觉桶里有东西 他拼命挣扎 可就是出不来 下一秒 就从里面伸出几条长长的触手 把小胖死死缠住 眨眼间他就消失不见了 可他们不能坐以待毙 小美把围栏拆下来后 扔到地上铺了一条路 他们踩着木头向邓子走去 突然美女脚下一滑 掉了下去 瞬间他就消失在了沙子里 之后二翠用浴巾裹住脚 向警车跑去 正当他高兴时 怪兽咬住汽车轮胎 不停地晃动 二翠摔到汽车上 晕死过去 直到晚上才醒了过来 他扔下救生艇 给他充满气 然后扶着大壮走了上去 可刚把大壮送到车里 怪兽就钻了出来 窝了个乖乖 他浑身发着绿光 足足有三十多米长 应该是吃了这么多人 才长这么大的 小美把车后面的油桶提了上来 然后倒在附近的沙地上 这时触手还在空中不停地摆动 却没发动攻击 小美拿出火柴 点燃后扔到地上 瞬间触手就着起火来 疼得他呲牙咧嘴 不停地扭动身体 转起了圈圈 小美趁机钻进车里 这时触手才攻击他们 可一点用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 一个陌生人把他们叫醒 小美试探着踩到沙子上 发现没有受到怪兽攻击 这才一起向家走去 而大壮却永远留在这里 怪兽则跑到了大海里 不知下次哪个沙滩会遭殃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